在老挝,对于农家肥适用是特别有讲究 老挝人只适用干牛粪,拒绝其他人处肥料 觉得这样才干净,更不会适用农药和化肥 这里地广人稀,弥补了产量的有限 让传统自然的耕作方式才得以延续 因此这个国家,至今还保留着 没有一家化肥生产企业的世界记录 水稻种植有一种说法 河水不如井水 井水不如山泉水 老挝多山地,自然山泉水源源不断 老挝人世世代代只种一记稻谷 再加上这里所具有特殊的生长条件 水稻羊花期间凉爽的气候,明媚的日光 即水稻灌浆期间,土壤中渐渐降低的湿度 这些对水稻营养物质的产生及积累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剥米适合补中养胃,易经强制 葱耳明目和五脏 通四脉,止烦,止咳,止咳,止蟹等 老挝挝米,历经独特的汉语气候和有机耕作 米粒细长,外观透明,粘性低,入口清香,滑润筋倒 绕舌软而弹,回味棉而甜 老挝挝米可采用日常大米使用方法 以蒸、闷、煮等多种手法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